李自诚不让百姓纳凉 那么李自诚的军队吃什么呢? 公元1629年 李自诚参与爆发了 甘肃于中境内的一场兵变 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一年李自诚23岁 为了生存 他先后投奔过王左卦张存梦 高盈祥等农民军队 他作战勇猛 身先士卒 而且还是高盈祥的外甥 所以他迅速在那个乱世当中脱颖而出了 成为了一名农民军的高级将领 高盈祥兵败被杀之后 李自诚接盘了他的残部 被众人推为闯王 这一年李自诚仅30岁 大家应该都知道 李自诚军队的口号是开城门 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梁 正是因为这个口号 李自诚和他领导的起军 得到了全国智能